婚姻对于女人而言是一场好赌 赌赢了,天天都是情人节 赌输了,天天都是清明节 结婚后,天天过情人节的女人固然幸福 可即使天天过清明节 大多数女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依然是婚前睁大两只眼 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像曾说出经典名言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的马依丽一样 为了孩子,为了大局 她也曾经选择隐忍不发好几年 为什么呢? 不过是因为现实对女人实在是太残忍了 离婚之后,女人的确更难找 而男人呢? 就算她离婚两三次 若是有钱有背景 她依然是个香伯伯 所以,当婚姻出了问题 女人常常选择隐忍不发 而男人常常是有恃无恐 那么女人的隐忍不发 能换来男人对这段婚姻的珍惜吗? 显然不能 而且,女人的隐忍不发 常常会让男人愈演愈烈 最后,很有可能 她胆子大到要和你离婚 让你猝不及防 让你丝毫没有招架的能力 这时候,你也只能离了 就像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王宁 王宁三年前离异 最初得知老公出轨以后 王宁看着三岁的孩子 她选择了隐忍 可是,隐忍没有用 老公还是提出了离婚 然后,她受不了了 于是,不顾体面地去小三的单位 首撕小三 可是,仅仅是卸了一时之份 王宁的老公文迅赶来 在蓬头垢面的王宁 和打扮得时尚精致的小三之间 她选择了护着小三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狠狠地甩了王宁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醒了王宁 也彻底瓦解了他们之间的婚姻 离婚的时候 虽然王宁也得到了一部分的财产 但是长期的家庭主妇生活 让王宁丧失了赚钱的能力 所以,女儿也因此被判给了前夫 王宁一开始非常的纠结 她不明白 自己在婚姻中为了前夫付出了所有 还为她隐忍了那么多 可是她的真心 却换不来前夫的半点怜悯 前夫更没有为了女儿 从而在婚姻中将就下去 王宁在丈夫身上付出的深情 统统被丈夫践踏在脚底 如今,她连争取女儿抚养权的能力都没有 她不甘心 经历了失败婚姻的王宁 觉得自己的人生简直是丧透了 她觉得,她如今这糟糕的人生 都是前夫一手造成的 她只想报复这个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灰暗的男人 所以,王宁明知道前夫已经再婚 和自己没有了未来 却还是缠着她不放 让她的日子不得安生 王宁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喝酒 把自己喝得醉醺醺之后去找前夫 向她发疯 在她的亲戚、朋友、同事面前洒泼 以这样的方式 惩罚前夫对自己婚姻的背叛 让她掩面尽失 直到前夫跑到王宁的母亲面前诉苦 痛斥王宁离婚后 还叫得她家宅不宁 王宁的母亲这才知道 女儿身陷在婚姻失败的阴影里不可自拔 前夫是先礼后兵 她让前丈母娘警告前妻 说,她如果再这样,就要报警了 王宁听了母亲的电话 这才意识到 在这场失败的婚姻里 自己已经沦为了人人厌弃的垃圾 她不能再这样歇斯底力下去了 就算是为了女儿 她也要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王宁带着离婚后分到的一些财产 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她回到老家找了一份品牌服装店的导购工作 因为工作的需要 她开始学着画一点简单的妆容 一改往日的颓废形象 形象气质提升之后 整个人也变得自信起来 虽然只是一份简简单单的工作 王宁也做得极为用心 因为王宁做事认真 服务态度热情 面对顾客的友谊刁难也不卑不亢 渐渐地 有许多客人主动地找王宁做导购 她的业务能力也大大的提升 她的工作得到了老板的认可 不到半年 她就被升为店长 就在王宁的工作顺风顺水的时候 前夫突然将女儿交给了王宁抚养 理由是 现在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没有精力照顾女儿 王宁平静地从前夫手里接过女儿 将女儿托付给已经退休的母亲照顾 继续努力地工作 她想凭着自己的能力 给女儿最好的生活 那个时候 王宁已经收入不菲 她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脉 准备自己出来单做 而且 她还做好了一辈子不结婚的准备 毕竟现在自己钱也赚得不少了 每天也过得很开心 可是 她的老板 那个和王宁一样遭遇了婚姻背叛的男人 却被王宁身上那种自信和从容打动了 当王宁说要向她辞职的时候 老板却向王宁表白了 王宁考虑了很久 她说 还是等她把店开起来再说吧 王宁的店真的开起来了 这时候的她 感觉自己有自信 迎接更好的生活了 她也和老板又相处了一段时间 了解到了老板的为人 看到她对自己的女儿视如己出 才肯再次步入婚姻 在第二段婚姻里 王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她始终自信 从容地面对生活 因此也赢得了现任老公的尊敬 一年以后 王宁又生了一个儿子 一双儿女凑成一个好字 让他们的生活愈加甜蜜 和前夫离婚三年以后 王宁和老公已经把分店开到了市里 他们的主战场也转到了市里 有一次 他和老公一起逛街 他拉着女儿 老公用婴儿车推着儿子 正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 他偶然间遇到了前夫 和一个女人在吵架 那个女人十分凶猛 一个劲儿地推散着前夫的头 骂他是个垃圾 前夫搭了着脑袋 还在小声地向女人解释什么 原来 那个女人就是抢走前夫的小三 王宁突然间觉得前夫有点可怜 但是他没有和前夫打招呼 而是避开了他的视线 只想当他是一个陌生人 毕竟早就已经时过境迁 而且自己现在过得也很幸福 打招呼做什么呢 自己过得好让他后悔 还是说自己过得很糟 让他同情 所以实在是没有必要打什么招呼 可是前夫还是看见了王宁 他一把拽住女儿的胳膊说 没想到你都长这么高了 女儿怯生生地看了父亲一眼 然后转过身 藏在了继父的身后 前夫被这一幕刺痛了眼睛 两行眼泪竟然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前夫身边的那个女人更加疯狂了 继续骂他 打他 目光在王宁和女儿之间游离 老公将婴儿车交给女儿 自己走上前来对他的前夫说 王宁现在是我的妻子 请先生自重 王宁看见前夫的眼神 一下子黯淡了下去 那个女人还在乍着呼呼地 冲着前夫吼叫 前夫却不耐烦地 一把将女人推倒在地 王宁的老公立刻拉住王宁 快走了几步 想抓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晚上 王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回想起自己曾经经历的一切 恍如是一场噩梦 再看看身边躺着的老公和一双儿女 他内心又觉得无比的庆幸 突然后半夜 他收到了一个前夫的信息 写道 睡了吗 我后悔了 后悔失去你 王宁苦笑了一下 回了一句 谢谢你 成全了我现在的幸福 前夫看到王宁的回复后 脸上挂满了泪水 离婚三年 前夫娶了新人 很快就迎来了最狠的报复 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被生活狠狠地打倒在地 请不要悲伤 不要放弃 对那个伤害你的人 最狠的报复就是 过好你自己 你的幸福 就是对他最狠的报复 在婚姻中栽了跟头之后 女人最容易接受不了现实 去找小三私逼 去到老公面前苦苦哀求 去找双方父母来帮自己挽回婚姻 而这时候的男人 却会用各种办法逼女人离婚 不回家 冷暴力 甚至是用武力解决 直到女人同意离婚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你该如何呢 其实 这时候 你是该认清现实了 因为真正爱你的男人 怎么可能背叛你呢 又怎么舍得让你伤心难过 既然他已经不爱你了 那不如洒脱地放开 大步走开 这世间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离个婚而已 没有必要要死要活的 若是你心有不甘 也请暂时地先收起来 没有实力的时候 再多的不甘 也只能化成委屈 自己受着 而聪明的女人 会让这些不甘 变成动力 让自己变强 变优秀 变强大 然后有一天 让他高攀不起 所以 离婚后 对前夫最狠的报复 不是铲着男人不放 而是要过得比他好 让他感觉到后悔 要让伤害你的那个男人知道 你没有他 你照样活得更好 而他失去了你 却是他今生最后悔的事 最后 也奉劝各位已婚的男人 请收敛那颗在外流浪的花心 全心全意地对待那个 在婚姻中付出了全部的女人 不要等到错过了 才想到珍惜 不要等到失去了 才想到挽回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